這裡是聯合國電視臺 您現在收看的是 《聯合國在行動》 在這裡 約旦的沙漠平原上 扎阿特里那民營的所在地 它開設於2012年 距敘利亞只有10公里的距離 在邊境的另一側 每天都有人 因為殘酷的內戰而遇難 上百萬人無家可歸 有八萬敘利亞人 欺身於這簡陋的難民營中 很多人都來這兒 向一位偉大的女性尋求幫助 人們叫她穆尼拉媽媽 當他們問我 媽媽穆尼拉 我非常開心 我走 你想什麼 穆尼拉沙班是約旦 最有名的護士和駐產士 她宣傳計劃生育 倡導人們捷育 並為產婦提供諮詢 他們需要我 為生育女 為兒子和家庭計劃 我感覺我認識所有的知識 為何不在一起 穆尼拉付出了很多 她60多歲退休後 來到紮特里難民營工作 每天清晨她都早早離家 花一個半小時車程 抵達難民營 穆尼拉 我認為她是一個美女 她是非常正確的 穆尼拉受聘於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 穆娜伊德里斯 她在做一個很困難的工作 穆尼拉幫助了很多像孕婦 納斯瑞亞馬斯拉馬尼一樣的人 納斯瑞亞懷了她的第一個孩子 納斯瑞亞和丈夫齊亞德 還有她的母親 共同住在一個兩室的帳篷裡 出於對戰爭的恐懼 她們在一年多前離開親人 逃離了敘利亞 難民營的衛生狀況很糟糕 她們擔心無法養活即將出生的孩子 她們有很多病 現在的情況很困難 暴露、雨很冷 不像我們 我們都不像我們 我們都不像我們一樣的 我們最初的想法 我怕我們 第一件事是 在冒陰的病毒 我們不想回家 我愛你 納斯瑞亞每個星期 都會去見穆尼拉 向她咨詢 在难民营里 慕尼拉尽可能地劝说妇女们 不要现在怀孕 这样做既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健康 也是为了保护他们未来的孩子 在扎阿特里难民营工作 给慕尼拉带来了很多成就感 当时我去那里 我感到很高兴 我没有觉得我返回来 我爱我的工作 我没有觉得这些人 比我们不同 本节目由苏珊·法卡斯 为联合国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